圣满报库月 佛能以正法 属于众生 什么叫正法 正法之 真正之道法 真正之道法 如是正法 无相无偽 无腹无脱 无处分别 远离颠倒 这是 把正法的 象状 简单地说出来 这十六个字 是正法的标准 下面有注解 无相之 什么叫无相 静隐约 注法细空 名为无相 就像大波尔经上所说的 一切法 无所有 必净空 不可得 这是真法 这是真正的道法 这是 祝福如来 法身菩萨 所见到的 摄法界的众生 没见到 摄法界众生 以为 现前六根 所接触的 都是真的 都不是假的 这个完全看错 就像 小朋友看电影 以为 以为画面上 这个形象 全是真的 不知道是假的 这个比喻 很相似 我们读到 菩萨出台经 世尊跟弥勒菩萨的对话 这是完全 明白了 明了之后 我们也能够肯定 般若经上讲的 有道理 一切法 确实 无所有 必净空 不可得 这是 看破 看破之后 我们对一切法的 那种 执着 那种 分别 那些妄想 就统统 可以放下了 为什么 这才真正 知道 我们 齐心 都念 错了 根本 就没有 一切法 所以 顺尽 善语 不生 贪念 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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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会 能够 永远 将心 保持在 清净 平等 局 那就是 正法 真正 真正的 到法 可是 住法 悉空 没有真实 智慧 看不到 不知道 他是空 那么这些 叫 无相 相 即 无相 所有现象 摆在面前 知道 这个相 是幻相 是刹那 生灭的相 是了不可得的相 所以 趁他做无相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